大家好,我是孫敏,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兩大背齒 先講講講情況 市場是牛皮的,低開之後曾經跌過百多點 不過其實跌幅慢慢收窄 一度都升少少,最後全日跌少少收市,跌20點 收28,855點,成交少了804億 今天市回軟,主要受到昨天升得比較多的股份回吐有關的 包括信羽,這隻見到跌3% 此外銀魚也跌不少,評寶益回吐 另一個市場今天是活軟,只不過本地地產股今天英俊 包括這隻,新地升1.6%,另一個市場跌幅就得以收窄 好了,講講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場剛才提到 跌過百多點又到升了少少 全日波幅其實不多,只有200點左右 好,成交又萎縮,只有800億 昨天是1,100億 今次跌到800億,顯示膠頭比較淡靜 單純看似啟辭性不太大 只不過從兩個層面看,無論是基本面以至技術面 都出現所謂山與肉來風滿流的狀況 只是有些暗湧的,大家不能掉以輕心的 首先講基本面,基本面可以從以下幾點去講 第一點就是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雖然上星期六,大家看完習近平和特朗普 騙完手談完之後覺得雨降天清 其實仍然有些陰魂在,起碼從今天幾個發言 你發覺還有些事情未解決 第一件事就是白宮的經濟顧問福多羅華 因為受到民主黨批評,特朗普是放生了華為 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說 福德樂立即跟他老闆辯護 其實我們並未這樣做 他仍然限制將高端涉及國家安全產品 輸往華為,賣給華為 我們現在賣的那些是低檔的 仍然將華為列入限售的名單裏面 換言之,華為情況仍然有些暗湧 與此同時,華為的回答 記者提問也顯示好像還有些事情未完全解決 包括Android系統是否可以繼續用呢 一天問到是否可以接下來的智能手機 安裝Android的操作系統呢 華為說仍然在等美國商務部的指引 換言之,這方面並未清晰 加上第三個發言是美國的貿易顧問 納瓦羅美國英中之英對華來說 對華的大英 預計今次的談判要達到有可能的協議 很有時間談,路虎漫長 甚至對大家潑冷水 所以換言之,中美貿易談判 並未像上星期六,大家下個下很開心 好像搞定了,並未的,仍然有很多因素 另一方面,貿易支援也有其他的火頭出了 昨日節目講過了,歐盟和美國方面 甚麼美國呢? 據報,想對四十億的歐盟產品開展關稅 昨天提過了,今天不再詳細講 除此之外,日韓又有衝突 據報日本計劃限制出口半導體的材料 給南韓 據說,因為兩國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強徵南韓人去做苦工 現在有打法官司,未有裁決 未有裁決之前,日本人準備對付南韓 限制出口 主要是對三種關鍵的電子材料 分兩階段限制出口到南韓 第一階段是7月4日,明天就很快 第二階段是8月 限制之後會怎樣呢? 就是所有日本企業,如果想將這幾類材料 輸往南韓的話 要經過日本政府申請以至審查 搞一搞,據了解,起碼三個月 肯定會影響到美國半導體公司 南韓半導體公司 包括海力士的生產會影響得到 所以南韓半導體公司 叫救命,包括海力士最大油間 叫救命 會否這樣搞,會否繼續打下去呢? 都令市場比較擔心 事實上,今天你看到南韓和日本股市 都是回軟的 其中日本跌了百多點 跌幅比港股大 至於南韓更加跌得多 看到跌1.2% 上升軌都穿了 之前升到一百天線 就掉頭回軟 現在掉頭跌穿 上升軌,大陰燭 走勢就極弱 顯示日韓這個貿易九分 可能升級比較頭赤 因為明天7月4日 真的好像外媒報導 日本對付南韓的話 南韓會反制 據說可能對某些汽車零件 就限制輸往日本 據說這些東西 對日本的汽車企業非常重要 限制了 就影響到他們生產 這樣說 所以南韓日本 打起來 亞洲股市的氣氛 可能受到衝擊 大家要注意 除了貿易方面 經濟方面的情況 都有少少隱憂 一方面 今天出了的數據 當然是中國的 財新6月份的PMI數據出了 去到四個月來的低位 而且綜合PMI更加大 去到八個月的低位 顯示中國經濟的數據 都是一般的 中國經濟是一般的 中國經濟是一般的 美國的情況都不見得很樂觀 起碼債市中人就不樂觀 債市價格不斷升 會不斷跌 顯示大家對經濟前景並不看好 看到這一圖 債息不斷跌 這是十年期的 已經跌穿了兩厘水平 去到最新是1.95 穿了密集底 這個就是綠色線的密集底部 走勢 看的勢會照一級一級 不會向下 這個情況是大家值得關注 除了基本面之外 技術面 出現點題的四個字 兩大貝持 兩大貝持是什麼 第一貝持就是 美國股市和亞洲區股市背遲 看到美股是嫌偏好 宅住在高位上升 只不過 亞洲股市並不斷狀況 剛才看過 韓國股市已經跌穿上升軌 甚至上證指數都是約約低 今天跌成28點 0.9% 已經一度穿過前浪頂的支持 在綠色箭嘴指著 穿過一下 走勢明顯是弱了一點 亞洲和美國股市背遲 大家要小心一點 畢竟香港是亞洲股市一部份 亞洲股市跟不到美國 對港股市不是一個好的訊號 與此同時 港股市本身也出現第二貝持 所謂第二個貝持 就是國企和恆子的走勢貝持 看到了 國企明顯穿了前浪頂支持 昨天也穿了 今天再穿 確認穿了連續兩日收底 於前浪頂的支持 而且受制一百天線的一路 走勢是弱的 相反 恆生指數仍然站在一百天線之上 以至前浪頂支持之上 走勢是有明顯強弱之分 郭子走勢 恆子強 這個貝持也不是健康的現象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走勢 看看恆生指數會不會 穿前浪頂支持 其一 其二就是昨天節目提過 今個星期的重要數據 ISM服務業指數 制業指數 以至週五的制入數據 大家要留意著 好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